在阿尔战的那场浩劫中 有近六百万犹太人遭到屠杀 而理由仅仅因为他们是犹太人 阿尔战结束了 人们在欢庆胜利的同时 也在思考着未来 对于经历过大屠杀劫难的犹太人来说 他们在想些什么呢 犹太史中有这样一段话 他们对自己说 因为没有自己的国家 他们的六百万同胞才被残酷地杀害了 虽然他们知道 在有些国家中的犹太人 已经过着幸福的生活 可是他们经受的痛苦太多 再也不愿冒风险了 他们太疲劳了 不能在有一天 也许又会有人喊犹太人滚出去的地方 开始新生活 至于巴勒斯坦的生活 是否有保障 这对他们来说是无关紧要的 他们宁愿死在那里 现在我们来到的这面墙 上面刻有两个中国人的名字 他们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过犹太人 我们有何凤山的名字 何凤山是外交官 是中国驻维也纳的总领事 他在二战期间给犹太人颁发出去中国上海的签证 他发签证时知道 这些签证对犹太人意味着自由 上海当时是犹太人在世界上的唯一可去之处 上海的大门对我们敞开 在二战大屠杀期间 何凤山给犹太人发了数千个签证 帮助了数千犹太人逃脱纳粹的魔掌 第二个名字是潘君顺 他1916年离开中国 因为想找一份工作 他去了俄国 他在俄国结了婚 有了孩子 他看到犹太人处于困境 他救助了一个犹太小姑娘 他帮助抚养他 供他上学 把他带大 一个是救助了一个犹太人 一个是救助了数千个犹太人 他们两位都是一师 追认那些曾冒着生命危险救助犹太人的 非犹太人视为国际一师 感谢他们在严峻关头主持正义 感激他们救助了数千名犹太人 许多在华的犹太人 积极支持并参与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 汉斯·西伯 一位来自德国的犹太作家 1939年参加新四军 1941年11月 在中国山东省宜南县 对侵华日军的战斗中英勇牺牲 在华东革命历史陵园里 中国人民至今仍在缅怀着 这位犹太英雄 新中国成立之后 许多参加过中国革命的犹太人 继续留在了中国参加建设 中国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为抗击侵略者 创建新中国所做出的卓越贡献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